你可以行氣 所謂行氣就是 當我們身上氣遇到的時候 比如說一個病人肚子很大 腫得很大 就大橋邊都有啊 也不是肝癌肝硬化那種腹水的腫 那我們用後補 生薑拌下人生乾草湯汁 是不是 上下那裡面 就是後補 那如果喉嚨這邊呢 我們可以用蔬葉 蔬葉也是這個對喉嚨開胸隔非常得好 蔬葉就是紫蘇葉 紫蘇葉 如果是腫瘤腫壞生到的時候 喉嚨這邊或者是舌頭上 臉頰喉嚨這一帶的時候 我們從本草經裡面選藥出來 比如說我們有個藥就是洛石藤 這個藤呢是洛石藤 洛石藤呢 長的樣子 這個是個大石頭 洛石藤就這樣 石頭這樣包住 洛石藤 我們用了這一段 喉嚨 蛇癌 喉癌 效果非常的好 那基本上 如果說這個病人呢 沒有經過化療 沒有經過開刀 那你效果會非常的好 但是你如果開刀化療以後 不行了 因為人已經變了 所以處方呢 用的再重可能只是延長壽命 所以我們盡量讓病人說不要動 讓我們動的時候比較好 所以我們應該是 病人的第一個選擇 而不是最後一個選擇 這三位藥 我們可以合併在一起的時候 就稱為利格湯 利胸格 開利胸格 軍方裡面呢 有 半下泡腹子 有半下之子 我們把這三個藥併在一起 使用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如果以後聽到病人 東西吞不下去了 那這個食道裡面有問題 都可以使用這種廚房 我們為什麼不贊成病人呢 是甜的 因為你這個甜的吃下去以後 這個人工糖非常的不好 人工糖呢 體積非常的小 一點點 吃太多人工糖吃到身體裡面去以後 我們的細菌跟我們的六國性病毒 嘴巴都很大 所以人工糖體積很小 吃進去以後 就等於餵食的細菌跟六國性病毒 這個時候他們吃了人工糖以後排出來的代謝物呢 就是酸 好 酸 那胃裡面已經很酸了 再吃人工糖效率更酸 那老師我在吃蛋糕的時候喝杯咖啡好爽 咖啡又是酸 這個幾個酸加在一起太多了 酸就是反腻 好 食道破壞 日久的破洞 吐血 胰臟癌 胃癌 都將來的 下面介紹這個處方是我治療胃癌的主力方 那你如果 病人有吐血 你用這個處方配合上剛剛的薄葉湯 噴不下東西配合上利格湯 那你不用去管它在食到哪個位置上 在噴門位置上 在胃的部分 好 這樣了解吧 好 下血 大便裡面帶血 剛剛是吐血 吐血跟下血千萬不要搞錯了 一個人在那邊吐血 你給他吃黃土湯 如果下血的時候你給他吃薄葉湯 雞同鴨醬 不會那麼糊塗 先便後血 大便先出來 再排血出來 這個是原血 意思就是 當你的胃有出血 或者是腸子裡面出血 經過了小腸 再經過大腸 針緣排出來之後 這血已經缺氧了 就黑色了 所以大便是黑色 就是你去馬桶一沖 水一下就看到紅色 腸胃裡面出血 這個黃土湯 胃出血 胃下垂 胃潰瘍 胃癌 通通可以使用它 我在美國看病的時候 因為我們經驗太多了 那個病人跟我說 我大便裡面黑的 腸的藕酸 就已經講完了 我說你喝咖啡 你怎麼知道 我每天喝一大杯 一大碗 那你如果不知道病因 那你怎麼治它 治不好 好 所以我跟他說 你要 Overnight recover 還是要脫 看你自己 那我當然要Overnight 好 咖啡不要喝了 甜食不要吃了 就恢復了非常的快 這個黃土湯 我治了很多 那大家看這個黃土湯 帝皇呢 因為病人有出血 所以我們帝皇去補他的血 白竹跟甘草 都是健脾整胃的 泡腹子 因為胃寒也便是寒的 好 阿嬌呢 是止血 現在看到黃晴 我們有好多種蟹心湯 三黃蟹心湯 半下血腥湯 甘草血腥湯 生薑血腥湯 老子那麼多的血腥湯 我會搞錯 沒關係 我教你慢慢教起來 我都不相信教你不會 當你胃裡面有發炎的時候 黃晴 當你小腸裡面 有炎的時候 黃蓮 這就是黃晴黃蓮 差異的地方 當你心臟 過熱 或者心 虛的時候 所謂虛就是陰虛 血不夠的時候 舌胎是黃的 這就是黃蓮 所以這個黃蓮呢 入心臟 因為他苦太苦了 苦味入心 心跟小腸是表語 那黃伯呢 跟這裡完全是不相干的 黃伯入膀胱入水道系統 所以就是三黃湯 所以就是因為黃晴 黃蓮 黃伯 三個儲方 三個要加在一起的時候 他可以從胃裡面一路消毒到 小腸 可以去消毒到水的系統 所以就變成解毒湯 身上的毒 比如說你吃食物的食物中毒 或者是這個尿 腎臟病的尿 尿液呢 好 回流 這個博物跑到血裡面去 也是解毒湯 這個我給大家一個基本的概念 所以這裡是胃 所以我們要用什麼 黃晴不用黃蓮黃伯 造中黃土 好 現在市面上 你去買的時候 你或者你開造新土 或者是 葡萄桿 老實這個很好聽的 就是造新土 現在台北我們家的瓦斯 就是造新土 造新土經過幾年 或者十幾年要烤過以後 這組最好 這造新土就是堵 破洞的地方 臨床上面你只要看到胃癌 那病人要下血 大病是黑的 你就可以開這個廚房 那有好幾種胃癌 中醫的看法是這樣的 不管你細醫講什麼胃癌 我們中醫分享幾種 病人吐血 病人吐血 我就病人三更半夜 晚上在家裡面吐血 坐在床上面都是血 然後呢 跑到急診處去 一看胃癌開刀哪掉 這樣做什麼怎麼可以啊 胃沒有了怎麼可以啊 換一家醫院再去檢查 未來一樣的結果開刀 沒辦法了 跑來找我們 病人吐血 又下血 黃土湯跟薄葉湯加減 吃兩個禮拜 然後病人再回到同樣醫院去檢查 然後那個醫生說你很好啊 你在幹嘛 你胃很好啊 你沒有胃啊 你在幹嘛 也不知道這個病人 兩個禮拜前來掃握他 你胃很好 醫生我來檢查一下胃 胃很好來嘗試 你看都沒有問題啊 胃裡面有點難過 那我黃紅的嘛 有點發炎 可是醫生兩個禮拜以前說我有胃啊 什麼 叫那個護士來病例吊血 一看的確是胃啊 嚇一跳 但是你要知道 治療這個病的時候 甜食要停掉咖啡要停掉 如果 臥酸 很重的時候 吐酸吐得很重的時候 就加 懸腹花 這個懸腹花呢 帶走時 各三瓶 來 去酸 這就是加減 如果病人今天來沒有吐血 沒有下血 你是胃酸 嘔吐得很厲害 懸腹花帶走時就夠了 好 生薑剛才大澡下去就好 但是你如果說 你不知道 這個酸是因為它吃甜的 喝咖啡來的 這個病還是會造反 這次你們去美國 我們有一個好朋友 他在 他在 歐蘭德 他是 一個基督教教會的一個 他們裡面的一個頭子 跟我很好 那我們在一起打麻將 喝咖啡那麼大一杯 他做旅遊的嘛 一天喝十幾杯 不行 胃會有問題 不是胃癌就宜仗 他一邊打麻將 有你在我怕什麼 不幸被我嚴重 發病了 發病一喝 他剛好在台灣 他連夜把機票給他做必須 他太太還在台灣 他太太也不管了 先跑回來找我 就是我把他治好 到現在他看到咖啡就逃走了 你知道他喝了他也不敢喝 嚇死他了 那這個黃土湯呢 除了腸胃出血以外 有一種症 因為病人精神錯亂 結果人昏迷啦 結果幻覺 會產生幻覺 不斷的咬手 中醫的觀念呢 土 人 聖水 而平木 當我們去搶土的時候 可以治水 水種就不會來了 蓋木就會平下去 這是一個自證的一個法則 好像公式一樣 所以當我們用黃土湯去搶皮胃的時候 病人呢 這不但在動 動陣 都是肝 所以黃土湯吃下去 跟他風馬流不相干的 只因為黃土湯是土而已 結果精神錯亂也好 所以有些很多 這個這個自證 觀念大家一定要有 接著下來的主委看這一條 零床上 如果你買這個造型土 老子這個造型土買不到啊 你用刺濕紙紙 來取代它 這個也可以取代 接著我們看下雪 也是大便裡面帶雪 雪先出來 再看到大便 進雪 飛兩個 進雪飛兩個 一個是外置 一個是內置 區分的方式外置很痛 內置無痛 好 那老師我內外置都有呢 痛也有 一定有痛嘛 有是不是不痛 最大的區分在哪裡呢 內置 必然下雪的時候 上次的時候 嘩噴出來 我們叫雪界 噴出來的 噴出來的 內置 外置的時候 看不到雪 但是你拿衛生紙擦 一擦就看到雪 外置 好 這兩個 都是 先雪後邊 赤頭張會仔 這個是 散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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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諸位呢 不能把刺小弄拿去發芽了 你還是去治方 那你呢 老師我刺的 我很會發芽 你就發芽 一點笑都沒有 這是我們治療附膜炎的時候才用的 這裡打散劑的時候 好 赤豆是去濕 所以 好 去濕 去熱 所以 赤小豆在消炎它 當歸呢 潤腸 我們治療痔瘡 一個大原則 就是要保持大便很軟 通過肛門的時候 不要把肛門撐大 那個傷口才有機會痊癒 那你 這個病人如果是有便秘 那又有治療 保持 當歸不夠力 對不對 因為當歸只是潤腸而已 你加大黃芒消下去 讓大便通力出來 這樣子的話 你保持大便很軟 通過肛門速度很快 就可以治好它 那你如果不知道 要開軟便劑 病人便秘很嚴重 痔瘡 老師 吃豆當歸神 吃下去啊 會好 可是每次大便的時候 一撐開來又破了 就出血 只要大便一出來就出血 不會好 所以一定要 記得要這樣做 那我們有很多處方 比如說 懷花 這個懷花 在粉草精裡面的功能 就是治而已 痔瘡 特殊單位的 藥的使用 就是痔瘡 你可以加懷花上去 兩種附膜炎 這個刺小豆要發芽 一個是膽 膽結石呢 膽破裂 還有呢 狼腸破裂 藍尾 藍尾那個破裂 給藍尾 後面我們 介紹藏用篇的時候 再跟諸葛詳細解釋這個地方 遇到 附膜炎的時候 刺小豆要發芽 跟當歸呢 打成 你當成生菜沙拉用 不能煮啊 煮的就沒有力量 所以同樣是 刺豆當歸 使用的方法不一樣 心氣不足 吐血 溜血 切心湯 切心湯呢 各位看 大黃 黃蓮 黃芹 黃芹 就是黃芹 這個心氣不足呢 我們有兩種解釋 心下 上行論軍會裡面只要講的心下講的入味 這裡講的心氣 心臟 苦入心 苦味 都能夠入心 這一種狀況 吐血跟溺血都是熱症引起的 食熱症 食熱 所以如果遇到病人是食熱症引起的吐血 大家可以處方 用這個 所以說你怎麼知道它的食熱 食熱症引起來看看 食材是黃的 乾 大便是便秘 小便是黃 那 內症呢 可能呢 像是吐血 可能是 胃癌 食道癌 都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用在 食熱症的時候會這樣子處方 好 那有的時候是肝癌 肝硬化引起的吐血 但是出現的是食熱症 這裡張仲敬為什麼要強調 就心氣不足 因為 表面上我們看到是食熱症 所以我們會開這個處方下去 那裡面呢很可能 張仲敬當初就觀察到 這個比如說肝癌 那 這個 肝裡面太多血 回你出來跑到心臟 那心臟呢 本身陽不足 就沒有辦法把血固住 所以血才會離經叛道 所以它會寫上去 心氣不足 心陽 固守在那邊的時候 陰才會在裡面不會出來 好 所以看起來 貴姿好像是 撞心陽 泡腹子也是撞心陽更強 好 實際上這些熱的藥 就是預防血 血感破裂療 好 血感破裂療 正常人呢 心 移熱於小腸 所以心臟不斷的搏動 產生熱 經過這個血管到小腸 所以這個血管本身 是主動賣的地方 除了血往下走以外 還有熱也要往在這血管裡面 那人身上的五臟六腑都包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摸到皮膚表面摸不到熱 就熱在裡面 哪一天 心氣不足 裡面寒了 心臟搏動 產生的熱不夠了 當你這個血管冷了以後 寒了以後 就好像 我剛剛講水管 裡面水結冰了 碰破裂 再血冰出去 你如果到一般小醫院還不行 到醫院大院去換血管 給你換一個 寒出大的塑膠血管 那個血管放在這邊 好 跟你開完刀換完以後 寒還是在那邊 對不對 如果我們有這個概念 是含引起這個血管破裂的時候 我們就有個想法 當你手腳冰冷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動手 讓這個地方熱起來 所以 預防動脈血管破裂或是栓塞 就是中醫可以預防 因為你除了這個破裂以外 身上的陰血 陰血塊 那個美國人最喜歡說 噢 就血塊 怎麼來的呢 也是因為寒 冰塊怎麼來的 冷 才會結冰 所以當你在河流裡面發現有冰塊 身上的血管就是河流 好 那你在佛爾達 你去找河流裡面找個冰塊 找不到為什麼 熱 所以 一個人呢 心臟 到 足 到腳 腳是離心臟最遠的地方 如果你的熱能夠透到腳趾頭上 在最末燒的地方是熱的 你不用管其他 代表 最末燒是熱的代表全身都是熱的 所以你不用去查什麼 哎呀我要去找澳水上去查哪裏 沒有堵塞不需要 腳是熱的 沒有溢血沒有 血管也不會破裂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病人一握手 game over 因為手也是末燒 對不對 好 這就是我們對 這個心氣 好 這看法是這樣的 苦味的黃年呢 是入心能夠補他的心 意思就好像黃年味那麼苦就好像 火太小了 我們丟一點木材下去加 讓火熱起來 就是黃年 所以你以為黃年是苦寒 不對 丟到心臟裡面去以後它是熱的 好 這樣知道吧 就常常在使用黃年 黃年是用的 所以京方到了絕音篇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一個 父子黃清黃年乾姜湯嗎 就是父子跟黃年用在一起 當中你會開這個土方出來 就代表他知道 他知道他的意思 等一下 如果 當劑上面呢 上面是說 比如說 大黃兩錢 好 各一錢 那三碗水來煮成一碗 真正我們在使用 如果是溜血 鼻子出血 吐血 嘴巴出血 病在上膠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泡的 就是熱水去泡 而不去煮它 在下膠我們才會去煮它 好我們休息一下 接著下來呢 我們來看嘔吐 睡 下膠 病脈症之第十七 這嘔加 我們開始他分 嘔啊 吐啊 睡啊 下膠啊 好之類的 嘔加有雍龍 不可治嘔 如果你看到一個病人呢 他是我們的治癥的原則 他在嘔吐出來就是龍 可能是為你們畫龍 這個時候呢 不要去指 老師太噁心你把它指掉了 就龍脫不出來 好壞事更壞事 這個裡面 悶在裡面排出來 好 這樣會內臟會爛掉 所以說 不要去治歐 好 好